让话训练营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我是强华 今天我们就开始这个第三部分 也是我的最后一节课的内容 今天的内容呢主要也是分成三部分 一个是一个自动加减仓策略的开发 一个是ATR在止盈止损中的应用 这里面主要就是指的这个ATR几轮法 因为前面的关于ATR的这个掉灯止损 和悠悠止损我都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 然后最后一部分是小节 它主要包括了这个我对趋势策略的一些认识 和这个策略的一些开发过程 我们来就开始吧 首先关于这个自动加减仓的策略 先介绍了一下仓位配置主要方法 这一部分内容呢我们在前面策略的改进方面 已经有过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 这里面只是再罗列了一下 还有几个方面 比如说我们C系列里面策略经常用的 这个固定金额交易模式 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几个策略模板里面 经常用的这个方式 然后其余的还有固定风险比例 和这个波动率固定模式 还有凯利公式赌图策略等统计方法 这里面我要讲的是主要是这个海归策略 因为它是实际上也是利用了波动率 就是ATR来算算出到推出我们现在这个需要的配置的手术 这样它能够根据不同的品种和不同的波动特性来更好的配置手术 这里面讲海归策略 实际上海归策略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策略 而且它包括了一个成熟策略的几乎所有应该有的内容 然后这里面写了一下它的基本框架 第一个市场的选择这个不用说 然后入场条件它用的是唐秦安通道突破入场 也就是我们的高低点通道 然后出场也是指引止损里面 它也用到了这个唐秦安通道止损 也用了波动率止损 就是ATR的一个止损 下面我详细讲的主要是它的第三四部分 也就是头寸规模和仓位的控制 它是用了这个波动幅度来决定买卖数量的大小 然后也是根据它这个波动率来加仓的 先介绍一下它的理念 它就是主要是它是在 就是你投资标的的波动性较强的时候 可以减少持仓量 相反当它的价值波动率 当它的价值波动较弱的时候 可以增加持仓量 总而言之就是市场的波动性与头寸规模 可以相互抵消 这样也是可以理解的 就是如果你的目标是挣一个相同规模的金额 当它的波动情况比较差的时候 你可能要加一定的手术 它才可能会达到你预想到的这个金额 而它的波动性较强的时候 你可能开较少的手术 你就可以达到你这样预想的一个金额 而这个仓位管理呢 是海归交易策略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具体我们来看一下下面它是怎么来计算的 那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它一步一步是怎么做的 第一步呢 它就是确定了一个仓位的基本单位 也就是我这里说它定义了一个小单位 一个unit 然后这个小单位呢 能够使得预期的价值波动 与总净资产的1%相对应 也就是说如果买入了一个小单位的资产 那么当天该仓位的市值变化幅度 不会超过总资产的1% 它这个不会超过也并不是绝对的 只不过它是利用这个下面会看到 20日的ATR来估计的 它当日应该不会超过这样的一个幅度 那么先预估这个小单位带来的价值波动 它使用了一个对历史价格20日的真实波动率 也就是前面我们都讲过的这个ATR来进行统计 然后它的绝对波动幅度呢 就是用这个波动率 就是20日的ATR 乘以了它合约每一点代表的价值 这是一个绝对波动的幅度 然后我们这个小单位 也就是基本单位 头寸规模 就是用总账户资产的1% 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 为了让它不超过这个1% 而确定出来这样一个 只在除以这个绝对波动幅度 以此它确定出来的就是它一个 交易的一个基本单位 这个基本单位呢 就能够使得 使得如果持有该仓位 你的市值变化浮动 应该不会超过总资产的1% 然后这样算出来 有可能是一个非常大值 就是如果你这个总资产的1% 选择的比较大的话 可能会比较大值 你也可以限定这个单品种的最大持仓规模 然后算出来这样的一个 就是基本的持仓单位以后呢 我们就看一下它是怎么建仓的 建仓就很简单了 因为我前面也说过 它是用的这个 唐尖通道的上下轨突破了 就建仓 然后它趋势突破了以后呢 它就产生了一个买入的建仓型号 就是一个之前算出来的这个unit的建仓 这么多的这样仓位 然后突破下轨呢 也是同样的建这样一个unit的空头的仓位 然后呢 它的仓位管理是这样的 实际上就是一个加仓的动作 如果开的底仓是多仓 且资产的价格在上一次建仓或加仓的记录上 又上涨了0.5N 就再加一个unit的多仓 0.5N的N就是 也是一个ATR 就是0.5倍的ATR 实际上就是0.5倍的这个 真实过动率 再加一个unit unit就是我们现在前面算好的这个头寸的基本规模 然后同样如果是空仓的话 在资产的 就会在资产价格在上一次建仓的基硕上下跌了 这个0.5倍的ATR 就再加一个unit的空仓 而且它是一个 可能会产生一个多次加仓的过程 所以你可能要需要限定它的加仓次数 接下来是一个动态的止盈和止损 它的出场呢 就是它有一个多次的加仓动作 但是它的出场呢 基本是一次性出场的 如果开的底仓是多仓且在资产价格上一次建仓或加仓的基硕上又下跌了两倍的ATR 就卖出频道全部的头寸 同样如果是空仓的话 就在上一次建仓或者加仓基硕上上涨了两倍的ATR 就买入频道全部的这个头寸止损 这是一个止损 就实际上它的头寸管理呢 首先它是用这个ATR来计算出了ATR对应的这个资产的1%这样的一个指标 来计算出的它一个unit的头寸是多少 然后再进行根据它的波动率上升 然后进行了它的加仓动作 而平仓呢 就是下跌了两倍的波动率 它就平掉全部的头寸 动态止盈呢是这样 它主要是用了这个还是唐间通道 实际上就是跟它入场的通道是一个类似的情况 如果它的底仓是多仓 且当前资产跌破了这个10日的唐间通道的下轨 就清掉了所有的头寸 这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相对于对称的一个进出场的模式 这个海归策略呢就介绍在这里 实际上这里面还有相当多的细节 我这里没有提到 因为我主要是讲了它的仓位 仓位管理的这一部分内容 因为这个策略是非常经典的 所以你在网上如果找的话 它应该有非常详细的代码和一些解释 然后如果大家能够理解它这个用了这个ATR来确定它当前的这个头寸规模的话 那下面我们要讲的这个策略应该就非常简单了 这个还是一如既往的 它是用了一个固定金额等权重的这样的一个配置 然后也是用了一个唐间通道 但是它不是普通的这个高低点 就是NZ的高低点的唐间通道 它用了一个高低点的均线 就是先把高低点做均线 然后再取它们的高低点的这样一个唐间通道 然后我们把上轨即做HH 下轨即做RL 中轨即做这个midHL 然后呢 当它也是收盘价突破上轨做多 突破下轨做空 这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通道型的策略了 关键在于它的减仓过程 因为这个策略实际上是没有加仓的 它只有减仓 减仓的过程 它一次是减少了它配置手术 就是头一次全部入场手术的一半 减仓的过程是这样 第一步也是计算ATR 因为也是用一个ATR来做一个减仓的动作的 然后减仓呢 是在收盘价在当前上轨之下 这是第一步 首先它要收盘价在当前上轨之下 且浮音点数已超过N倍ATR 这样的一个效果 它进行了减仓 空头呢 相反是完全对称的 当收盘价在当前下轨之上 且浮音点数已超过了N倍的ATR 就实际上它的效果为部分指引 因为它的浮音点数已经超过了某一倍的ATR 就是它已经有一定的浮音 然后实际上它跌破了上下轨 它才进行这样的一个减仓动作 而且它是减了一半 然后最后是一个指引止损 它就是在入场位置的中轨止损 就是当你入场点位 实际上这是一个 我前面说过 这是一个静态的一个止损 就是它不会随着你入场的 它的这个中轨变化而变化的 它是当你的入场位置已经确定的时候 它当时的那个中轨的位置来定它的止损 然后这个策略总体的逻辑还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它总体的就是用了一个唐签通道 然后其中一点复杂的就是可能这个减仓的动作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具体的一个策略的表现 来看一下它是这样的 对于同样也是2016年上半年 这样的一个上升趋势的过程中 这个是15分钟的一个K线 可以看出首先它在下面开的手术比较多 上面开的手术比较少 然后一次是减了一半 比如说它当这个有一定的福音以后 它下面这段 然后它有一定的福音以后 它又又掌过它这个当时的这个上轨的话 它就先减一半的仓 然后剩下一半是等它的中轨来平仓 总体来说表现应该还是不错的 毕竟它这个上下两波的时候 它都是开了足够手术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也是我所介绍的最后一个策略 这个策略呢会涉及到ATR在指引止损中的运用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需要的一些指标 我们先把这些指标都罗列出来 然后一般都是放在代码的最前面来进行计算 第一个我们需要的是ATR 然后需要双均线 然后接着是一个唐间通道 那也是明显也是一个 基本上是用唐间通道做突破这样的一个策略 这个策略其实跟海归策略更加相似一点 然后它有一些细节处会略略不同 我后面会详细的来介绍 首先看一下我们这个入场条件 入场条件有两点 第一个是短均线大于长均线 这个是一个趋势的确认 用均线来做一个趋势的确认 然后当它的高点突破了这个通道的通道的上轨 来进行一个多头的入场 然后同样反方向是当它的短均线小于长均线 也是一个向下的趋势的确认 当它的低点突破了通道的下轨 而而进行一个空头的入场 然后这个策略呢跟前面前面那个策略 它是一次性进场 然后分两次就第一次出场一半 分两次出场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一个减仓的动作 这个策略呢它有一个加仓的动作 而且它是就加仓一次 加仓了这个相同的手术 这个就很像这个海归 海归策略的这个样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加仓的 多头加仓呢它是当它的收盘价 大于入场价的那根拔的open价加上ATR 如果它大于这样的一个值 它就进行了一个一次空头的多头的加仓 这个这个这个值的第一部分 就是入场拔的open它是确定的 就是当你入场的时候 当根拔的这个价格就是确定的 只有变动的呢 只有这个ATR会变动 所以它是后面看看还是比较容易在进行 只要它的波动率上去了以后 它是非常容易进行一个加仓的动作的 同样呢这个空头加仓也是一样 当它的收盘价 如果小于了入场那根拔的open减去一倍的ATR的话 它就进行了一个空头的加仓 然后有这样的加仓的话 它实际上是如果有加仓 它实际上是有两倍的你第一次入场的这样的一个手术 然后碰到了出场条件的话 它是一次性出场的 相对来说 它这个出场条件就有一些略复杂了 我分了两部分来进行这个详细的介绍 第一部分它是一个动态调整的止损 它也是根据这个ATR波动情况来定的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 就是当它的收盘价小于入场8的开盘价 减去两倍的ATR以后 它的多头就出场了 同样相反的 当它的收盘价大于入场8的开盘价的 加上两倍的ATR 它就空头出场了 这个乍一看 跟我们前面讲的UO止损非常相似 它都是一个收盘价或开盘价 加减了一个几倍的ATR 但实际上它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它这个 它是一个偏 实际上是一个偏静态的一个止损条件 它这个open是在它入场的时候 入场当根8的open价 就说明它当一入场了以后 它这个前面的价格就是确定的 它变化的只是根据它的波动率 来进行了相对的变化 而这个UO止损呢 我们前面讲过 它是盯住的是之前一根8的收盘价 就是它是随着价格的上下 它不仅是它的前面这部分变动 后面那部分ATR也是变动的 所以这个相对来说 是一个偏静态的一个止损 然后呢 这个这样的止损 我们一般是跟这个吊灯止损 或者ATR极伦法相结合使用的 那接下来呢 就是要讲这个出场条件的第二部分 它也是一个多层的出场条件 出场条件第二部分 就是这个ATR极伦法 在具体讲这个策略使用的 这个ATR极伦法之前呢 我先介绍一下ATR极伦法吧 它的思想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 首先我们选定一个公平的起始价格 比如说对一个多头来说 它可能就是多头下面的一个价格 比如说之前的一个低点 或者之前通道的一个低点 然后从这个价格开始 每过一根8 它就加某一个倍数的ATR 得到一个跟踪的止损点 就是说它有两 增加的有两个概念 一个是它随着每根8会增加 还有一个就是随着它的ATR 波动幅度的增加会增加 这个止损点呢 因为它跟的比较快 因为随着时间 时间的退役它会增加 它跟的会比较快 可能逐渐就会从一个止损点 变成一个止盈点挂在这里 然后这边也写到 由该方法产生的止损点 不仅能随着时间的增加 不断上移 也就是它每根吧都会增加 这样一个ATR 而且同时能够市场 适应市场波动率的增点 就是它这里面增加的是 一个某倍数的ATR 当这个波动率 波动率上升了以后 它会跟的更快 这就是它的一个特性 然后我们还可以对它进行一些改进 让它变成一个更灵敏的止盈 就是在较大的盈利 或较长的时间之后 这是我们的浮营 或者浮营已经比较大了 或者很长时间以后 你可以把这个参数 就是设定一定的值 触发了以后 你可以把这个参数调得更大 这样它就会跟的更快 它可能会在有利的情况下 如果一旦出现反转 它会跑得更快 或者是在每次新高的时候 给一定的加速 这个我们策略里也是用到的 不是这个策略 就是我们之前在研发的时候 也是用到这个方法的 就是当它在每次创新高的时候 就是让它当根拔 加不止是它之前这个倍数的ATR 可能又加了一部分的ATR 这样让它更的更快 就是非常灵敏 具体看来呢 就是由以下几点 这个是一个建议 就是当它有一部分的盈利以后 再使用该止损策略 因为一般我们也是 凝止损多层使用的嘛 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所以 所以这边的建议是 等实现了一定的盈利后 再使用这样的一个止损策略 我们要介绍这个策略模型里面呢 它是当有一倍的ATR 这样的一个盈利以后 它才使用了这样的ATR结论法 因为这个止损点呢 它会在有利的市场环境中 敏捷的向上移动 它不仅有这个时间的增加 还有它ATR波动率增加的增加 具体我们看一下 其中的一些需要注意的关键点 第一个就是它的起始位置怎么设置 你可以在任何区域设置起始位置 但一般都是在摆动区间的底部啊 你通道的底部 有一定的支撑 支撑等一些重要的低点 这个是对于这个多头来说的 反正空头它也是对称的嘛 区间的高点啊 和它的一些阻力点 这样的一些重要高点 做它的这个起始价格 这个策略里面 它是用这个十根霸的低点 第二点呢 是它的这个波动性的增加 会使得止损点上移速度增加 就是它因为里面用了ATR的累加 所以它的ATR增加 它会使这个上移的速度更快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因为你这个把数变多了 它是一个累加的过程 它的这个增加还会被放大 所以到最后它是跟的会比较快的 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是一个非常灵敏的 就是时间长或者盈利大的话 它是一个非常灵敏的指引 然后第三点是 你怎么样设置它每日的这个 就是每根霸 它增加了这个ATR的移动量 这个策略模型里面 用的是一个0.05倍的ATR 你不能选的太大 因为它是每根霸累加的 如果太大的话 它就会跟的太快 所以是要选择一个恰当的参数 然后当获得较大盈利了以后 你可以把这个参数 适当的调大一点 让它会比较容易出来 万一遇到了极端的不利的行情 快速反转的话 你可以出来的比较迅速 最后ATR的周期的选取 这个策略里面选的是 20跟8的一个ATR 这个长短的选取 只要是你看你想以某种速度 来反映这个市场波动区间的变更 当然选的时间长 它可能ATR变动的幅度会慢 选的时间短 它可能变动的剧烈一些 好对这个ATR极轮法呢 有这样的一个完整的了解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具体看这个策略里 它是怎么使用的 这样看起来就非常的简单明了了 这个策略之前我忘了说 它也是一个固定金额等权重的 然后它是有一次的加仓 这样就是 但是出厂它是一次性的出厂 还是以多头为例 它的基准是一个10跟8的最低点 我这里面也是写了一个代码 就是它的lost的这个10 然后它每一次的 几轮移动量是一个0.05倍的ATR 好了有了这两点之后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具体 它就是这样描述的 首先它确定了有一定的浮盈前提下 就是当它的这个收盘价 大于它一倍的这个ATR 我们才做这个ATR极轮法 然后这个ATR极轮 因为它已经有浮盈了 所以这里面主要是用了一个 ATR的止盈的方面的效果 然后当它小于这个 你这个基准点 加上这个入场后 罚数乘以你这个移动量 一旦它小于这个 我们就做一个出场的动作 这样应该就比较清楚了吧 这后面就是一个 ATR极轮法的描述过程 可以看它变动的呢 是这个它的低点也会上台 然后呢它的这个 拔数随着拔数的增加 就是随着你入场后时间的增加 这个倍数会增加 然后这个ATR如果它的波动性变大的话 这个值也会增加 所以是一个比较灵敏的 跟踪指引的方法 像我们这个策略就已经 逻辑就已经介绍清楚了 最后来看一下它的信号展示 这是一个日K线的图 所以基本上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 偏东长线的这样的一个策略 可以看到在底部的话 它单笔是每次五手开进去的 然后有一次的加仓 也就是最多它可以开到一个十手 这个样子 在上面的话呢 它一次最多就开个四手 然后一次加仓也就是八手 然后它只有一次的加仓 出场是全部出场的 然后相对前面那些长线策略而言呢 它下跌部分也是做到了一部分的 然后整个上涨的过程呢 回吐虽然也是也不小的 因为它这个后面这个进场的时间比较短 所以它回吐比较多 如果它时间长就这把能够拿到的话 它回吐应该还是会比较小的 所以总体而言呢 表现应该还是不错的 那这样我们就把我所有的这个六个策略模型 都已经全部介绍完毕了 相信通过我的讲解 大家对这个六个策略模型的基本这个交易逻辑 都已经比较了解了 这样如果你真的要用起来的话 也能做到心中有数 最后是这个小节部分 小节部分其实内容也有一些零散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 交易中的一些经验和一些心得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这个趋势跟踪的逻辑 因为我们在做CTA部分呢 基本上绝大部分的策略 应该说都是做趋势跟踪的 很少有做震荡的 就像前面那个表格 基本上里面也最前面那个表格里面 我所知道只有Upbreaker其中是有一部分 是做反趋势的 而且它是一个趋势和反趋势 相结合的一个策略 所以说呢 基本上我们还是做趋势为主的 然后这里面写了有四点 我们来个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不预测市场 这个趋势跟踪者会等待市场发出信号 而不会主观的预测市场变化 这个就是说 我们的策略基本上都是一个 就是坠涨杀跌的策略 然后呢 就像那些抄底摸顶的事情 是会比较少做的 第二个是分散投资 趋势跟踪策略会大量跟踪 不同资产类别进行分散投资 而且相关性越低越好 分散投资是这个趋势跟踪策略的核心 这个应该也不止一个老师在之前的内容里面介绍过 这个就是我们要求多策略多品种来进行一个投资组合 一个效果 它能够分散投资了 它能够平滑你这个资金曲线 就是让这个资金曲线里面的坑更更小一些 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曲线更加向上平滑一些 然后要注意它这个不同资产类别 就是像比如说如果你说对轮钢热卷铁矿 这样这样基本上不怎么算分散投资 因为它们同涨同跌还是比较严重的 然后要相关性低一点的品种 比如说黑色和农产品这样的一个就算不同板块的 会比较好很多 第三个是严格的风险系数和止损 因为我们做策略呢 它对每一笔投资 也就是你每一个策略都会单独设一个这样的一个止盈止损 而且自动化交易嘛 它都是严格执行的 这一点对于程序化来说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第四个让利润奔跑 因为趋势它主要做的是 就是趋势的那一部分能拿到盈利 它就是为了让这个趋势能够弥补你震荡时间累积的亏损 所以你当趋势来临的时候 一定要拿到拿住这样的一个盈利的头寸 也就是当你捕捉到这样的一个盈利头寸的时候 要让盈利奔跑才能弥补前期止损带来的损失 这就是我们趋势跟踪整个的一个逻辑 第三四点呢 其实你如果自己手工作的话 会觉得是比较反人性的事情 因为手工作经常会就是有止损就硬扛 然后有盈利了就跑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而程序化就不会 他会自动执行这样的一个止损 CTA跟期权策略进行一些结合 就是用CTA来做趋势 然后震荡的部分 用期权的一些跨式或者宽跨式的这样的一些策略 来弥补你CTA在震荡时累积的损失 因为他会就是宽跨式或跨式这样的一个期权策略 他能够不停的收这个就是权力金应该权力金来弥补你这个趋势策略累积的亏损 这样也是一个蛮好的结合的方法 然后第二个我们看一下这个策略的生成过程 这个策略生成部分呢 我是画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流程图 这样看起来应该就比较清楚了 我们来顺着这个图一步一步的这样看过来 首先你要形成一个策略的基本框架 它是策略最基础的逻辑 可以是一些经典的策略 比如说我们前面就是非常非常普通的这个布林通道呀 MACD呀 甚至是唐肩通道呀 这样的一些经典的指标或者策略 也可以是你个人的经验 比如说有人看盘看的时间多了 他会有一些感觉这样做会是怎样怎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按照他的这个逻辑来编写一个策略的基本框架 然后有一些策略生成器 我这里就不讲了 就是他有一些软件现在可以直接把一些参数喂进去 然后他会生成一个策略的框架 但是这个策略框架的逻辑性就不一定了 有的可能好一些 有的可能就你完全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一个逻辑 总而言之他生成了这样的一个基本框架了以后呢 就具体你变成代码了以后 他就形成了一个策略 然后对这个策略呢 你要对他进行一个历史回测了 这里写的一个足够的历史样本 他主要是考虑到就是对于不同的品种 因为品种的特性可能会不一样 然后你对他进行回测 他的效果 看看总体表现的情况怎么样 还有一些比如说偏中长线的策略 它的交易频率很低的那种 你可能需要的这个时间 就是这个数据可能 K线数据要比较长 这样才能达到一个你想要的效果 然后在这个绿策之间 可能你有一些参数要进行调整 这个就涉及到了你的这个最优化的一个过程 这个最优化前面应该是有一节课 写了一下他要包括这个历史最大回撤 然后和收益率就要看年收益率 我们一般会把这个年收益率和这个历史最大回撤 做一个比值来看一看他的性价比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说 VR这种的风控指标 还有这个交易频率高的话 要有成本压力测试 因为有一些有一些短线策略 他可能交易频率很高 然后你如果不加滑点手续费啊 这些交易成本 他的曲线会非常好看 但是一旦你加上了这些交易成本的话 他的曲线会迅速的走差 这样的话是可能会是有一定问题的 因为你石盘的话 他的滑点你可能要测试一下 才知道大概是在怎样的一个范围内 所以就是就是要非常关注了 然后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历史回测 然后得到了测试报告 检验了以后 如果他因为这些都是 你自己心里有一些尺度的 比如说你的历史对待会不能超过多少 然后他的VR要满足什么样的要求 如果他通过了测试的话 你可以进行一段时间的模拟石盘的测试 然后可以放到你的数据 放到你的策略库里面 甚至然后策略组合而来进行一些 石盘的运行 如果他不满足的话 你也可以对他进行一些的策略改进 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那些内容 都是可以进行一些尝试的 然后策略改进的方法前面也有讲过一些 然后再循环这个过程 策略的形成 再对他进行历史的回测 最优化 然后再进行检验 如果这一个走的没有走完了都没有问题 他就放到一个策略库里面 总体来说呢 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 看起来是稍微有点繁琐的 但是你这样做过了一圈里以后 能够大致对你的策略的表现和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会有一些问题都会能做到心里有数 这样对你的石盘 就是石盘跑的时候的心态和你的对策略的把握都是非常好处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怎么样避免这个过度优化的陷阱 这个我这里主要写了四点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过来 第一个是控制关键参数的数量 避免过于复杂的进出场条件 这个进出场条件呢 其实还是要力求逻辑上面相对于比较清晰明了一点 因为如果你写的过于复杂 你可能就不太清楚里面 其关键性作用的到底是哪样的一条 这个是可以通过你一些就是测试 来把它就是关键的一些 这个条件来提炼出来的 所以首先是要控制这个参数的数量 然后避免过于复杂的进出场条件 第二个就是选择这个3D优化图上 较为平坦区域的参数 避免参数孤导 我右边这边有一个例子 它是一个3D的优化图 然后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尖峰 虽然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但是取这样的尖峰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因为它的参数稍微有一些的变化 它的这个绩效会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降 而对于这些绿色的就是相对于平坦的地方来说 如果它的参数有一些略微的变化的话 它的绩效是不会有一个比较显著的变化的 这样的参数选取呢 因为你之后的行情是不能够被预测 它实际上只是你在追求一个历史的相似情况 所以它很有可能是会有各种各样变化的 而如果你取参数孤导 它可能你的行情正好就达到了它 别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会导致你的策略会有一个急剧的绩效的一个变化 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个参数孤导而选取交易平坦的区域 第三四点都是一个测试的方法 一个是样本内外测试 就是你对一部分区域的一部分时间段的数据进行测试 然后取得了一些比较优化的参数 然后再把它放到一个样本外的一段时间内 来看它的表现怎么样 来以此对比出你选择的这些参数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这移动窗戈也是一个相同的情况 第四个是高度相关品种的检验 比如说豆油和棕榈油 然后之前的那个螺纹和热卷 这样都属于一些高度相关的品种 然后如果你选取了一套参数 在这样两个品种中一个的表现非常好 另一个表现按道理来说应该也不会很差 如果它一个表现很好 一个表现很差的话 它有可能就会有一些参数选取的问题 有过度优化的陷阱 还有这个相邻时间框架的检验 就比如说你一个 这个主要是针对一些 比如说通道类的 均线类的这样的一个波动率的话 如果你是选定之前一天的波动的话 可能会没有什么效果 就是它是对时间有关的 这些策略 它的一个时间框架 相邻时间框架 比如说你对一个五分钟的一个策略 如果它周围的六分钟七分钟 或者小一点三分钟四分钟的情况下 它的绩效应该是表现不会相差太大 如果相差太大的话 可能也会有这个过度优化方面的问题 这里面是我主要用到的 这个四个方面的一些情况 最后一块就是一个策略上下线的问题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 我感觉 就是你比如说手上一定有了一个策略库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策略 但是怎么样来上下这些策略 是比较是比较难判断的 而且是一个人者见人 自己的见识的过程 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的方法 我这里写的主要是一些逻辑性的原则 和一些我们自己在用 或者看到别人在用的一些方式 首先你的策略库里面的策略 都是一些进行严格测试检验的策略 比如说它要有一定的普世性 不同的时间框架 不同的品种 它都要表现 就是不会相差的特别大 总之是要有一定的普世性 就是能适应大多数 比如说我们现在趋势 趋势性和波动性都比较良好的策略 这是你策略库里面的策略 首先要做到这样的 这样的一些条件 第二个 在石盘的运行过程中 实际上它的绩效里面的 就是你的历史绩效里面的 最大历史回测 年化收益率 都是很有可能要打折扣的 这个是你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的 因为你这些 就是我们的策略是在寻找你之后 这个寻找你之后 这个行情表现 跟之前历史的一些相似性 但是实际上它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 所以它是会打折扣的 然后你上线的时候 你就要对它的 比如说你要把它的历史最大回测 乘以1.5 然后年化收益率打个七八折 这样的感觉 这样的测试 这样的配置来上这样的策略 一旦上了 如果这个策略确实是逻辑清晰合理 然后表现具有符合预期的话 你不要轻易的去调整这样的一个策略 你要相信它能有好的表现 因为除非它的这个品种特性 已经发生了完全的改变 比如说之前的股市期货 它被禁止了 就是提高了保证金 还有它不能日内平仓 就是日内平仓手续费收得非常高 这样子一下子进行了非常严格的限制 导致它的成交量有一个剧烈的下降 这样是确实会改变这个品种的特性的 这个时候你要考虑 对这个策略进行调整 还有现在的这些 就是以前的老牌的比较好做的品种 像罗文这样的话 你可能也要考虑调整它的一些手术 首先你要仓位适当的 比以前仓位可能需要减一点 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在基本的条件 基本就是基本线是没有很大的改变的情况下 不要轻易的对一个策略就进行了这个下限 因为它很有可能这个坑人挖好了以后 就会等你下了之后 它要开始往上爬了 这个也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 第三点是根据绩效曲线微调策略组合 这个我写的是微调 注意它是微调 就是因为我们策略组合可能30%的仓位上满了 然后有一小部分 你可以根据它的绩效曲线 因为绩效曲线它也不是一直笔直的向上爬的 它也是有坑有向上爬的 然后在这个坑的部分呢 你可以稍微的增加一点它这个策略的配置 然后到它冲高的时候 或者它已经转了真是非常多 这个现在已经有点抖的时候 可以稍微减一点它这个仓位 这个都是可行的 因为有人是这么做的 第四个是一个半自动的策略 这个主要讲的是一个 因为我们现在说的程序化 它都是你上好策略以后 基本上就是让它完全自动交易的 这个半自动指的是有一定的人工干预 就比如说像一个品种在底部已经盘了很多 或者它已经走了好几个平行移动的K线的时候 这时候你可能会选择再加一些波动率突破 或者就是类似于它盘了很久 会出行情 你会稍微加一些这样的策略 就是你要人工判断 它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行情 和可能会出什么样的行情 这个对个人对品种的 就是看法的要求会比较相对高一点 但是它本质就是它上了策略以后 还是让策略是自动运行的 只不过它这个挑选策略上下的时机 可能有一些人为的判断 所以我这里写作这个半自动的策略 T5S有一个完整的调整策略的体系 比如说根据品种的回跃程度 波动性 趋势性等打分 然后它做一个表格 就是每个品种它都打了一个分 然后把它的分值进行一定的加权 像加压或者进行各种处理 然后根据这个打分进行排序 然后选择这个品种和权重 然后再选择相应的策略 这个大概一个月或者几个月 可能这样调整一次 这个是一个完整的调整策略的体系 总体来说也是像有一定难度的 因为你也是要进行之前的测试 才知道你这样的打分是不是合理 然后这样的调整 是不是会对你整个的曲线更加有利 然后总体来说呢 这个策略上下线呢 也有一定的这个个人的个人的选择吧 总体来说我想我想说是 就是如果你对这个策略是比较信任的话 轻易是不要对它进行一个 频繁的上下线的处理的 因为我们就讲究的一个是 比较一个长期的一个跑的一个效果 好 那么这次培训我的三节课程内容 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这里面主要跟大家分享了六个 交易策略的模型 包括布林通道MACD一些经典指标的策略 和DDIR均线 ATR突破策略 包括后面的加减仓和ATR极轮法的一些介绍 然后其中穿插讲解了 策略的改进方面的内容和策略的使用 到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些策略形成的过程 和策略上下线的一些经验 大家如果有什么意见和建议的话 都非常欢迎的联系我 那么这次课程就先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